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超级言论在今天世界杯终于正式开幕 那么在今天凌晨巴西在圣保罗的克林迪安球场 3比1打败了克罗地亚 这是世界杯的第一场比赛 但是这个结果并不能够完全展现过程的曲折 那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将仔细为您复盘以及眺望 今晚将会登场一系列的比赛 今晚或者明天凌晨 好 在这里值得跟大家重复一下 超级言论在整个世界杯期间 每天都将在早间10点以互联网的方式直播 而且会在每个晚上的9点半 9点半在甘肃卫视和各位重逢 那我有必要提醒各位 请充分利用您手中的各种社交工具 从异信网易新闻客户端到微信微博 和我们频密互动 每天我们也将派送出大量的奖品 每天都会有一台iPad mini 也会有两件世界杯的真品球衣送给您 就像第一期节目那样 每天都会有一群青春亮丽的姑娘们 跟我们一块分享世界杯的快乐 从今天开始 他们的着装将会对已经发生的比赛 和将要发生的比赛 来进行提示 好 我在这里将隆重的邀请各位姑娘登场 首先是金莹 金莹我们看到她穿的是墨西哥队的球衣 是今晚要登场的墨西哥 第二位雅婷荷兰 第三位凡范 就是小辣跳智利 第四位木可 未免冠军西方亚 接下来的两位 代表就是已经发生的比赛的比分 阿西诺 巴西的3对春晓克罗蒂亚的1 我们看到双方表情各不相同 3比1 巴西迎来了开门红 春晓老师表情非常活泼 好沮丧的 说了不开心 那我还先问胜利者 胜利者是不是很得意啊 那必须 昨天我都说了妥妥的赢 有些人还不服 有些人还不信 不是 很可惜啊 本来之前我们都领先的 10分52秒啊 而且是在这个巴西人的帮助之下 你们取得了领先 对啊 那后来发生了些什么呢 后来不就是裁判判了一个点球吗 然后那个内玛尔不就是进了吗 然后之后这可能 克罗蒂亚这个军心就有点涣散 士气有些低落 然后后来呢 巴西又加紧进攻 所以我觉得克罗蒂亚随败犹荣吧 我觉得他们今天表现还是不错 确实不错 其他的姑娘们对这场比赛有些什么 老师我对其中一个科技 我觉得特别感兴趣 就是那个点球的时候才划一个线 那是个新科技吧 昨天我们提到了这个门线技术嘛 其实这个喷雾剂是这些世界杯的另一种工具 就是最早呢是在南美解放者杯上啊 这个裁判哪种喷雾剂 它那个喷雾啊 在地上其实就维持个五秒十秒 就会消散 不会影响草皮 但是呢 因为罚任意球的时候 这个人强距离任意球点 要保持一个合法的距离 所以通过这个喷雾可以明确地表示 你要站到线后啊 别再跟我争了 别再占这点毫厘之间的便宜 这是为了保持公正公平的比赛规则 所以这一点确实挺有趣的内容 对 我看那个裁判就跟刀拉A梦一样 咔 拿着这个 咔 拿着那个 对 很多工具啊 背后还绑了一个这个 即时通讯的工具 确实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在规则容纳之下 昨天我们也说过 关于我们这个竞菜的各种规则啊 赢了未必有奖 除非是到了这个淘汰赛阶段 也许会有奖 那输了肯定有罚 对 春小老师受罚吧 我们看看大屏幕啊 大屏幕就会是对你的惩罚啊 让你以最快的速度 把这些克罗蒂亚的名字都背下来 算了 别背吧 念吧 我开始数倒计了啊 三 二 苏巴西奇 普拉尼奇 莫德里奇 拉基地奇 武科 耶维奇 佩里西奇 科瓦奇奇 波罗佐维奇 墨西尼奇 你果然是一个克罗蒂亚的球迷啊 预测 预测有物就必须要接受惩罚 那不管你是贝利的乌鸦嘴 还是保罗的章鱼腿 都希望您在这晒出您的态度 晒出您的精彩预言 参与青岛啤酒欢聚这一杯 我的足球预言秀 上传您的头像 选择您知识的球队 和朋友和我们邀请的明星 一起完成一支 专属于您的足球 预测预言MD 看看你是乌鸦嘴还是预言D 当然还要关注节目尾声 我的预言即将揭晓 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就是我们对于第一个比赛 是第一场比赛的 仔细的一个回顾 这是我们超级言论事业杯版本 当中的红黑榜 看看昨天这一天最红人是谁 最红的人应该没有太多的疑问 我认为最红的人就应该是他 内玛尔独尽两球啊 而且有很多瞬间体现出了他的能量 关于内玛尔在比赛中 还有一些情绪波动方面的 一些喜富的细节 我们待会儿再详细分析 那这个一碗最黑的人物会是谁呢 我认为有两个被选 马赛罗 对 马赛罗是一个 但是最终我们将这个票投给了 裁判 确实啊 看看 这就是那个点球的发生过程 我现在不敢说 这到底是不是一个绝对的误判 但是肯定是一个充满着争议的判罚 尤其是让克罗蒂亚方面非常的不满 哪怕西村雄一当时判罚非常坚决 但是还是要把这个最黑一票投给他 最佳的瞬间是什么 这场比赛最佳瞬间 其实发生在比赛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从通道上场 巴西队就摆出了一个很特殊的姿势啊 虽然是前后排列 但是右手都搭在前面一位队友的肩膀上 体现团队的团结 其实以前巴西队登场呢 还有一个手拉手登场的一个场景 而这种团队的姿态已经延续到了场外 当然了还有最佳的言论 过去这一天最重要的一条 我觉得最终让我们集中精力观看的言论是这个 科罗蒂亚主要练赛后 尼克科瓦齐所说 这场比赛 我们都讨论到要尊重比赛尊重对手 但是对科罗蒂亚来讲 没有得到任何尊重 如果那都算是个点球的话 我们就没法踢足球了 让我们打篮球吧 这简直是一种耻辱 这是科瓦齐对于点球非常非常愤怒的 赛后的直接回顾 当然最后一条是最犀利的一个吐槽 就是因为巴西的解说说 比赛当中表示 哎呀 如果这样就我们赢了 明天就没有人去上班了 马上有网友发推评论了 当然 因为有一半人正在罢工 看了昨天的复盘 我们势必要眺望一下今晚的比赛 我们来看一看 在星看世界杯这个板块当中 今天又是哪一位明星 带来比赛的预告 各位超级言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陈晓 明天凌晨4点 西班牙与荷兰的比赛就要开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西班牙农地舰队 还有荷兰海上马车夫的称号 这绝对是一场花莉莉的对决 因为他们分别是 上一阶世界杯的冠军和押军 不管你是不是这两支球人球迷 我相信这都是一场 不用错过的比赛 我也会在今天晚上 与大家一起守候 希望大家能看到这两支 就是传统强队 提出他们一贯的华丽风格 眺望明天凌晨的比赛 正如明星所言 真的会是一场华丽丽的对决 因为四年前是一杯决赛 对决赛对手在小组赛第一轮就将遭逢 荷兰队 荷兰队会有想法 好激烈我觉得 你觉得会很激烈吗 我觉得那毕竟荷兰一直是 虽然是无冕之王 但是他这小组赛绝对能出来 我相信他明天能行 昨天你穿的是英格兰队 你不要记昨天吧 说实话这二篮真的 雅婷咱们待会私聊一下 我觉得对于你的足球换断 我们有这个进一步商讨的空间 但不管今晚的比赛怎样 我们先留点时间 仔细看一看 这一场揭幕战的一些台阶幕后 因为这场揭幕战在我印象当中 其激烈程度 精彩程度 堪追2006年德国失业会的揭幕战 因为一般来说 揭幕战的比赛都会比较平静 大家都是一个一二档起步 比较慢速起步 保持一个低调进入世界杯 为了长远作战的姿态 没想到这场比赛 一开始就出现了错误 出现了疑问判罚 也出现了一个人 读尽两球的比赛 突现了逆转 应该说包含了太多太多内容 这当中我们提到过的 当红人物 最红人物昨天 内玛尔 他在台前幕后展现出来的一切 特别让人印象深刻 那在这个开幕式之后呢 马上就有了巴西对在场上的 一些热身的画面 我记得当时内玛尔在 巴西热身当中呢 表现得非常活跃很高兴 但是唱国歌的时候 他忍不住流泪了啊 证明这个22岁的少年 其实他心目当中的这个情绪啊 起伏非常大 当时我都有些担心啊 起伏如此之大 会不会导致他在比赛当中 发挥也会有所起伏 或者说体能消耗过大 但是最终体现出来 在内玛尔足中两圆 尤其第一个进球 非常漂亮 左脚在进去外的一脚远射 打的这个球上端的部分 十分的精巧啊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看 在这场比赛中发生的一些进球 首先啊 这是科罗蒂亚方面 奥利奇在左路的突破 这是抓住了巴西防线的缺点 然后呢 中卫齐尔瓦被拉到 吸引到边路 结果中路搂人啊 马赛洛 马赛洛也创造了一个记录 这是19届世界杯 巴西第一个乌龙球 他真的好可爱啊 当时就完全不知道怎么怎么回事 哎 这就是内玛尔那一脚远射 内玛尔这是从中路突进 也是在中场实现拦截之后 巴西队逐渐控制住了中场的局势 在失控的开局之后 这一脚是我们打入了一个四脚 这就是那个争议判罚啊 弗莱德这一下确实倒地 过于容易 但是主裁判的判罚呢 来得让克罗蒂亚队员无话可说 其实这个最黑人物啊 我都恨不得加上克罗蒂亚的门将 他对这样的点球做出了 准确的判断 但是他起跳和这个反应呢 速度都有些慢 包括这一下 这个球确实射得非常突然奥斯卡的 脚尖的捅射 只是 门将的反应做出来了 但是反应不够迅激 这样的一场比赛 让我们对于巴西国家队 对于克罗蒂亚国家队 都有了一定的了解 对他们的状态 而内玛尔 这么一个时代偶像人物啊 从15岁 他父亲就为内玛尔 注册了一个内玛尔商标 内玛尔代表的是巴西族 族球新一代的希望 而从文化意义上 内玛尔这样的混血儿 其实也是代表了巴西族球 和巴西整个社会融合的一种迹象 而在这种种族融合 社会融合过程当中 巴西族球还出现了很多有趣的例子 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 这个欧洲赛季当中 内玛尔的队友 同样是来自于西甲的巴塞罗那 丹尼·阿尔维斯 在一场戏价联赛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一个画面 一个事件 我们待会可以通过大屏来看一看 那就是在对比利亚利亚尔的比赛当中 有种族歧视的主义者 杨老师 杨老师 扔了一只香蕉 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刻 是吧 当时我看到他们直接 你阿尔维亚直接拿起香蕉就吃的时候 我老师都惊呆了 没错 他当时准备发脚球 然后呢 有人给他扔了一只香蕉 其实是对于这种 少数族裔球员的一种歧视 而阿尔维斯的反应 让人大吃一惊 我觉得他身太豪迈 太严了 我觉得其实是咱们想复杂了 那可能人家阿尔维斯就饿了呢 那补出来的能量怎么了 那人家吃香蕉 我先不回答你这个质疑 我让你们看看 还有好多片子 这些图片在社交媒体上流传 就是说阿尔维斯一吃香蕉 结果发现好多人都跟进 都在效仿这个行为 其实这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社会效应 就是大家以这种带幽默感的创意行为 来反抗种族歧视 但是遗憾的是这件事情的真相 还有一层 就是这个吃香蕉的行为 其实是一个西班牙的公关公司 在跟阿尔维斯 以及内玛尔商量之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碰上了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他合理地把握住了 所以这么一说 你会觉得 我只觉得有点饿呢 杨尔维斯吧 我觉得这个炒作太明显了 虽然是炒作吧 但是我觉得给大家带来的正能量 对 不只是球员嘛 然后还有意大利的总理也加入支援 对 但是回头想想 这如果是一个策划的行为 哪怕是正能量 让你觉得还是感觉有点怪怪的 不够自然 行善积德 有时候也得要做做一点 雅婷 你就慢慢吃吧 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关键词呢 其实就是融合 像昨天我们的关键词是意外 那关于足球场上的融合 足球带给种族不同民族 不同化之间的融合 有些有很多不错的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 由巴西而克罗迪 昨天虽然没有能够登场 但是在开赛之前 唱了两国国歌的这个 埃德华多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这些世界上 像埃德华多这样的 规划球员 规划的例子 还真不少 我们看一个短片 巴西世界杯已经正式拉开序幕 在今夏的巴西赛场上 这一手激情澎湃的 桑巴舞曲依然会因 C罗 梅西 鲁尼 内玛 罗本 这些球星的相继到来 而进入高潮 而与此同时 那些为一国征战的 规划球员 也依然会是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 早在2002年 德国国家队就开始了 国际化路线 出生于加拿的阿塞莫阿 在2002年入选 德国国家队参加 韩日世界杯 他也成为德国国家队 历史上的第一名黑人球员 阿塞莫阿属于德国规划的球员 而波兰后裔 克罗泽 波多尔斯基 多士奇后裔厄齐尔 与德国的混血赫迪拉 则是种族融合的成果 他们挑起德国的大量 已经和那些土生土长的 日尔曼人共同携手 组成了这支具备 多国部队色彩的 日尔曼钢铁战车 值得一提的是 德国后卫杰罗姆·布阿腾 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 普林斯布阿腾 并没有选择为同一个国家效力 哥哥普林斯布阿腾 选择跟随父亲国籍 为加纳出战 弟弟杰罗姆·布阿腾 选择母亲国籍 为德国出战 本届世界杯 德国与加纳分在一组 继南非世界杯之后 布阿腾两兄弟 将再次上演宿命对决 本赛季在西甲和欧冠赛场呼风唤雨的 把镜神风 蒂格科斯塔就是一位 新晋的龟花球员 26岁的蒂格科斯塔 出生于巴西 他拥有巴西和西北亚国籍 由于表现神勇 巴西与西北亚对科斯塔展开了争夺 去年10月份 科斯塔正式向巴西族协和国际族联取含 确认自愿为西北亚国家队出战 同时西北亚族协向国际族联申请 让马进神风能够代表西北亚队出战 最终国际族联通过了科斯塔和西北亚族协的申请 马进神风将代表西北亚出现在家乡赛场 除此之外 普特亚后防大将佩佩和边路快马纳尼 意大利头号前锋巴洛特利 日本后卫九井高德 科罗地亚前锋埃德华多等等 都是规划而来的球员 此外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1995年出生的曼联新星贾努扎伊 由于血统原因 贾努扎伊可以选择为比利时 科索沃 阿尔巴尼亚 土耳其 塞尔维亚 以及英格兰国家队效力的可能 最终这位新星 选择了为比利时出战 他将出现在巴西世界杯的赛场上 埃德华多由巴西而科罗地亚 他有一个很美的中文名 叫做埃德华多 因为他曾经效力于著名的阿斯纳俱乐部 后来很遗憾他遭遇断腿 所以离开了阿斯纳 但是给枪名还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那刚才片中提到这个迪克科斯塔 他是由巴西而西班牙 他跟埃德华多这个过程不近相同 埃德华多是很低龄的时候 去到科罗地亚 他不可能成为巴西国家 巴西国家人才太多 在全球啊 在各地踢球的这个职业和半职业足球的巴西人 可能有两万人 但是迪克科斯塔呢 曾经入选过巴西国家队 最终他选择了西班牙国家队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节目当中 还会跟大家仔细讲述迪克科斯塔的一些故事 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没法花更多时间来说 但不管怎样 足球的融合 就像那句话所提到的 足球无疆界 足球是圆的 所以他能够到处滚来滚去 没有疆界能够限制他 这也会带来更多关于种族文化民族 甚至不同文化背景当中的融合 我们看到了巴西足球内部的融合 而今晚将要登场的西班牙足球 也有内外之间的融合 迪克科斯塔是一种足球融合的一个例子 虽然巴西人不太喜欢这个例子 但是在西班牙国内 西班牙能够成为现在几乎囊括所有 国际比赛和职业比赛 奖杯冠军奖杯的超强球队 国内实现的融合 就是黄马巴萨 两大豪门之间的融合团结 我们看到这些球员之间不再有界限 他们能够在国家队当中形成合作 这是西班牙真正强大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还有像巴斯克球员 其实哈罗阿罗索 他既是黄马派系 同时他又是来自于巴斯克的血脉 而在西班牙将要迎战的对手 荷兰同样是一个非常明确的 一个文化融合的一个迹象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荷兰队当中 有很多来自于龟亚纳 一些新移民的后代 我们所印象深刻当年的变衰 古利特包括希多夫 大维斯 包括现在队中很多重要球员 其实都属于一种文化融合的一种产 那在荷兰跟西班牙足球之间 也有过一次非常美妙影响长远的文化融合 我们在一个短片当中可以得到详细的分析 西班牙和荷兰在足球领域有着非常深的云源 1973年 荷兰著名教练米歇尔斯 成为巴塞罗那的主教练 这位全攻全守打法的缔造者 不仅将荷兰球星克鲁伊夫 内斯肯斯一起带到巴萨 建立荷兰人体系 更是将这个打破传统的战术理念 开始在巴萨实践 只叫首个赛季 米歇尔斯就带领巴萨多德连塞冠军 而作为他的弟子 克鲁伊夫无论是球员时代 还是教练时代 都深受其足球理念的影响 1988年 已经退役的克鲁伊夫 以教练身份重返巴萨 当时克鲁伊夫兼任了主教练 和技术总监的职位 他带给巴萨的最大贡献 不仅仅是1992年的欧冠冠军 和1991至1994的四个系甲冠军 还将荷兰技术打法的理念 深深的烙印在巴萨罗那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克鲁伊夫一手创建了 拉玛西亚足球学校 培养出了瓜迪奥拉 哈维 伊尼斯塔 梅西 小法等一系列著名球星 因此他也被称为巴萨教父 1997年 另一位荷兰人范加尔来到了巴萨 作为现任荷兰队主教练 他将德普尔兄弟 克库 克鲁伊威特 曾登等人引入诺坎普 组建了著名的巴萨荷兰帮 2003年成为巴萨教练的里杰克尔德 则打造出一支 纯正艺术化的巴萨孟二队 帮助球队夺得第二组欧冠奖杯 从米歇尔斯到克鲁伊夫 从范加尔到里杰克尔德 荷兰人或者说荷兰足球理念 伴随着巴萨近40多年的时间 而巴萨的成功 也被西边亚国家队成功仿照 2010年世界杯决赛 西边亚对阵荷兰 坚持控球打法的斗牛式军团 战胜了放弃美丽足球 变得保守的成衣军团 首次多得世界杯冠军 可以说这场胜利 也是西边亚人对荷兰足球的最高致敬 其实不单是巴萨拥有荷兰帮 另一家西角豪门黄马 也曾经拥有非常多的荷兰球员 但他们却并没有很好的融合在一起 2006年范尼加盟黄马 首个赛季就帮助球队夺得戏价冠军 并涌夺金血奖 尝到甜头的黄马 在接下来两三年里 接连引进了罗本、斯内德、范德法特 亨特拉尔等荷兰球星 然而他们一个个都以失意告终 四年前的世界杯决赛 是西边亚荷兰队的一次交锋 那场交锋充满了强力的对抗 甚至包含了一些丑陋的画面 但不管怎样 那是世界杯的决赛 以至于我对于这一天 这一个夜晚 也就是明天凌晨将出现的西河大战 充满了向往 我不知道这样的对抗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新剧情 但不管怎样 对抗也是足球融合的一种 西班牙代表友人要发 对吧 我先问一下你 你包括你的伙伴们 知不知道拉马西亚 我知道 我真想问你呢 有没有见过这个 我看 让西班牙球迷跟我们分享一下 见过吗 这个老师我知道 拉马西亚不就是那个 巴萨的清俊营吗 就是培养着 我明白了 你是在 你说的那是拉马西亚电影学院 对 所以那是演技派的表现 然后你这边对吗 有些样的真知 对 清俊营 就是他们练球的地方 没错 没错 其实拉马西亚是很小的一个地方 在巴索罗那 他其实现在的 容纳这个梯队学院 也就200多人 但不管怎样 这个地方真的就是克鲁伊夫 和巴萨当地的教练 当地的青少年球员们 一块打建出来一个培养足球人才 源源不断的一个著名的足球的 一个人才宝库 所以我们说足球无疆界 其实这种无疆界的融合 对于足球球迷也是这样 足球球迷无国界 我们网易体育派驻前方的记者 杨松林 在这里就会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 让我们看看足球是怎样的无国界 2014年6月13日 这一天 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同一个地方 巴西世界杯揭幕站的所在地 桑巴足球的中心 圣保罗 尽管因为工程原因 揭幕站被迫在没有顶棚的条件下进行 但并没有影响圣保罗大球场外球迷的热情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球迷聚集在这里 以鲜明的方式支持自己的祖国 在这之中 最抢眼的群体非东道主巴西球迷莫属 他们敲着传统的桑巴手鼓 操着南美口音的英语 载歌载舞 以最热情的姿态迎接五周来客 在他们之中 有一位特别的球迷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我们在圣保罗球场外 遇到了一群狂热的巴西球迷 他们驾驶了这辆汽车 狂热了世界四中国国家 如今 他们回到了巴西 享受世界杯的热情 接下来 我们就要去采访一下 一群巴西的球迷 所以这辆汽车这辆汽车 这辆汽车 我开始这辆汽车 在1994 它被买了特别的 特别的 在英语 这辆汽车 这辆汽车 是 CUP0094 从1994年世界杯起 每届比赛前 他都会从巴西出发 驾车到世界杯举办过观看比赛 目前 他已经走遍了五个大洲 四十六个国家 如今 这辆穿越了四十道火星线 载满了旅行回忆 与世界风光的汽车 又回到了巴西 成为了圣保罗大球场外 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跟随世界杯的脚步走遍全世界 这或许是只有巴西人 才会拥有的美好梦想 在本街世界杯结束之后 这位旅行者 就将开始计划四年后 远赴俄罗斯的旅程 跨越十三个市区 四个韩文带 遥不可及的距离 因为足球而变得贴切 足球就是巴西 在世界范围内的通行证 让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的人聚合在一起 不分彼此 共享狂欢 杨宋玲在这个片子当中 都捧到了一些用巴仆 巴西布达阿语 跟他对话的球迷 听到这种巴仆的声音 我马上想起了昨天比赛当中 朱广霍老师在现场解说的时候 用巴仆的口音给我们带来 内玛尔这个名字 听到的肯定不是内玛尔 你笑什么呀 我笑什么你肯定知道 你别重复啊 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的话 回去可以去在网上来找找 这一段音频 这未尝不是一种文化上 足球带给我们的融合 现在呢让我们来 可以用奖品的方式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来一次融合啊 今天的抽奖看看 谢谢木可 木可没有作弊吧 抽出今天的三位获奖者 一 二 三 来了 首先啊 这是来自于微信的一位网友 叫杜波 恭喜你 第二位还是来自于微信的 Vicky 这两位杜波跟Vicky 将会得到两件世界杯的真品球衣 那么今天的 哎 这奖品咱们应该不用颁发了 这个异性网友 他的名字叫做该用户没有注册 那是不是我这个iPhone的迷你 可能我们自己留住了 要不咱们就自己把它处理掉了 开个玩笑啊 一样会将奖品送给您 谢谢 谢谢木可 那在回归了 巴西跟克罗地亚的比赛之后呢 我们还得要看一看 在明天的凌晨啊 明天的凌晨将不会是单场比赛呈现 会同时出现三场比赛 包括A组和B组 尤其是B组 这是一个死亡之组啊 先是我们看看这个比赛时间 在0点是墨西哥对Cumberland的比赛 墨西哥的小快铃 3点就是世界杯的重现世界杯决赛 西班牙荷兰 6点是智力对澳大利亚 荷兰老在咬手啊 耶 OK 荷兰加油 荷兰确实需要加油 面对这样强大对手 那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看一看 专业人士对这三场比赛有怎样的预测 由此我们进入老魏精彩时间 老魏精彩 老魏精彩 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和荷兰的对决 最近十届世界杯 卫兰冠军在首场比赛有七次没有获胜 这表明了卫兰冠军大热 带来的冷门指数极为诱人 西班牙两支球队进入欧冠决赛 这使得国家队队员异常疲劳 迪格科斯塔就是疲劳驾驶的牺牲品 可赔率方面在小组赛依然看好西班牙 老魏有感觉 亚盘会在赛前推进到0.75的盘面 通常这个剧情会有利于平局的发生 我们在投资进球数的时候 必须考虑西班牙的战术需求 西班牙采取的控制战适应所有对手 他们1比0战胜意大利 但也就是2比0战胜萨尔瓦多 巴萨控球链加黄马防反组合而成的西班牙阵容 会在第一场比赛保持低调 荷兰方面 范加尔确定世界杯后加盟曼联 犯了兵家之大忌 另外本次荷兰大军中只有7个队员有过在南非决赛的经历 而这7个人里面如今能够担当主力的只有德荣 范佩西 斯内德和罗本 从进球数量讨论 由于两队的主力前锋范佩西和迪克科斯塔都有生病问题 老魏认为本场比赛得分机会不会很多 西班牙是控球战术不急于进攻 荷兰是532防守寻找反击 两个教练都是老狐狸 你很难让一场看起来很美的比赛变得很有激情 更有小组赛第一场的因素干扰 双方会相互克制极为谨慎 所以静采不让球推荐平局 静采西班牙让一球推荐荷兰 比赛结果可能是0比0或者1比1 墨西哥与康贝隆的比赛在纳塔尔进行 历史上显示纳塔尔6月份的湿度最高层达到97% 老魏可以很肯定双方都将很难提升战斗力 大小球盘口为2是极合力设置 从培利角度分析 亚盘始终保持墨西哥让0.25的盘面 老魏的中国静采推荐是不让球单三 墨西哥胜 基于稳健策略可以放平 而在中国静采墨西哥让一球的盘面上 我选择平局 意味着墨西哥很可能以竞胜一球的优势挫败对手 预测比分墨西哥2比1胜 智利与澳大利亚的比赛非常有趣 智利是本阶世界杯平均身高最矮的球队 他们面对澳大利亚没有半点空中优势 智利攻击能力强防守一般 澳大利亚必然采用百代八战术 亚盘对智利的无限拔高非常凶险 目前显示1.25的盘口即将浮出水面 老魏认为这场比赛智利如果没有比达尔 其实问题很严重 尤其是难以评估的后防线 胜负方面 澳大利亚实力虽然很弱 但也不排除暴冷可能 我个人认为中国静采智利让一球的盘面上 澳大利亚胜利的可能性很大 但保险起见也可以增加一个智利让一球的平局 预测比分 2比1或者2比2 特别感谢老魏的专业分析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老魏精彩的内容 可以在微信的这个公众账号平台当中 寻找老魏精彩的这个公众账号 它其实同时是一件挺冒险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不但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甚至还要给出一比分 我不知道它昨天是不是给了1 3比1 没有 没有 肯定没有 但是它这个赛果预测是对的 谁让你不听它的呢 哎呦 但不管怎么样啊 我觉得我特别想提醒一下 我们用了很长蝙蝠讲述这个荷兰西北亚的比赛 但是墨西哥跟智利特别能够 需要大家注意啊 今天我们有两位美女穿的是她们的球衣 这两个球队都很有特点 攻击力出色 尤其智利啊 智利真的是小辣椒 小辣椒球队啊 它是保持了贝尔萨进攻特点 我也很厉害 墨西哥是非常难缠的一支球队 巴西党墨西哥会很有看见 所以也许这两个球队当中 将出现一个世界杯的一个黑马 到底是不是黑马 我觉得你们也得要做一个预测啊 同样是这样 关于今晚上咱们就说 西班牙荷兰这一场吧啊 答对了未必有奖 答错了肯定有罚 哎 说说西班牙荷兰战国预测如何 当然是西班牙 西班牙怎么样 当然是西班牙了 再怎么样也要相信老魏啊 OK 相信老魏 西班牙小胜是吧 啊 这么一个结果 荷兰呢 我比较 其实问你们俩真没劲 但你们俩肯定会说自己球队 那智利 智利拉高话 我觉得就是西班牙会赢 因为上届他就赢了嘛 然后而且他的阵容是最完整的 上届打了116分钟啊 这小五三只能打90分钟 小五三没点球啊 我觉得也是西班牙 你看我昨天穿的是西班牙的衣服吧 我本家就是西班牙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荷兰不行呢 就是因为他这一次的阵容不行了 而且之前这个荷兰人 我们看在黄马的时候 就是总是留不下 他在黄马的发挥很一般 但是我觉得就是西班牙人 现在团结呀攻击力都很强 所以我觉得西班牙一定会赢的 春小你知道吗 你确实是一个信息量 和这个看球阅历很丰厚的一个 专业球迷 但是球迷越专业 做出的判法可能越业余 就像昨天的那我不说话了 那说话肯定会赢啊 巴西得怎么看 看决赛吧 哈哈哈不看这个了 那墨西哥呢 如何判断西班牙荷兰的比赛赛部 哎 你得给出一个答案出来哦 你不能蒙方过关 那我就选西班牙吧 西班牙都是西班牙 我也是 OK 大家在西语系这个 反对啊 怎么回事啊 我们比你自己的 好 就看你了 明天看你有什么样的表演啊 这样的预言 我们将会带入到明天的节目 看看是怎样的惩罚 在等待着我的小伙伴们 在这里呢 大家期待 已久的《我的最后预言秀》 马上将揭晓 感谢青岛啤酒的大力支持 想制作你的预言秀 参与青岛啤酒欢聚这一杯 《我的最后预言秀》上传 您的头像 选择您支持着球队 完成你的足球预言MV 乌鸦嘴还是预言D 就等你来预言啦 在未来的一个凌晨 我们将迎来西北亚跟荷兰的 巅峰对决 这样的世界杯 将逐渐进入到 它应有的剧情 《超级言论》 每天陪伴你 《超级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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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佩和墨迹俩一起被无人能敌 共手在背看铁卫当对手哈腾 再让他奔倒上将冠军还赢3比0 你就远穿套响了将冽只能处呢 赵黄绿色的屠夫依然不停突破租破 你们注定没有收获 因为巴西太过出色 走出世界只有王者没人在乎路色 我的兄弟姐妹跟我一起呐喊 走出声言到来我们还对一趟海藩 干杯 冲击你的青岛啤酒 加油 巴西永远没有对手 干杯 冲击你的青岛啤酒 狂欢 桑巴桑巴 散岛菬 picks up 抢